網上世界了,剛剛選了總統之後 很多國家自賀,很多國家就出來 但是他們說的東西都很有骨的,很好笑的 裡面都有一些去想的,期望美國總統發生的事情 烏克蘭可能就很快就打完仗了 因為他說過他想盡快停戰 所以你說對世界和平當然是好事 但是對烏克蘭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講了一句,希望有公平,公正的和平 嘩,我覺得真是很好笑 希望有公正的和平,即是你也討回公道 你不用我割這麼多地,要我被迫停火 但是都真是辛苦了,打了這麼久,兩年多 他們人手又不足 雖然有先進科技武器,但是沒有人派兵過去 應該就要強迫他們有約定的 都是好事,世界沒有了打仗 但是國際形勢是會變了 另一個就是中國出口就大件事 但是股票又變了,即是現在買的股票又不同了 那為什麼呢? 中國出口是否真的會影響到美國的通脹呢? 其實是未必的 因為我上次也講過了,其實只是佔三分一都沒有 即是最大那三個其中一個,入口的 那現在就有很多原材料封殺他 但是呢,又好又不好 其實很多人都只是說不好那裏 但其實這件事是有好的地方 對中國來說是有好的地方 你說加100%也好? 那原來他不是的,他不只是加中國的 他全部都加的 其他朋友的那些就加兩成 不朋友的那些加六七成以上 那就是說呢,他全部都加 他的偵測就是利去自己本土 美國優先嘛 那他全部都加的話呢 那那個差額呢,就沒有那麼大 首先第一樣 第二呢,就是說,他未必令到他很大通脹 但是有些人說,擔心通脹很厲害,會加息 那他應該是不會那麼多的 就是輕微咯,是吧 因為他們入些東西呢 就未必是很貴的東西 你要想啊,就是他買 可能買一個,買一個鑊鏟 那個鑊鏟加了一點點 那你仍然會買的 那些不是很必須的品 也都是廉價的品 你加多一點點,其實不是很影響通脹 就是最主要就是能源 如果你有呢,可以按得低下來 沒有戰士啊,太平啊 有又不用得多啊 那他已經減了大部分的了 那就是,其實呢 最主要都是人工成本 還有現有 那這些減了呢,其實那個通脹已經是溫和的 那現在越南呢 他現在就很開心啦 越南、印度都很開心啦 因為,如果不同中國trade呢 他多了生意做的嘛 所以現在他們很開心的啊 那我們呢,就要比較煩一點點 但是呢,他又不是沒有投資機會的 那首先,中國會大力印錢啦 就是去救那個經濟啦 那第二呢,就是會搞呢 就是那個 內部消費 所以你看到昨天呢 講股呢,內部消費股是狂升 因為呢,是啊 你如果只要我們自己肯花錢 在本土消費的話呢 那大部分呢,都是沒有問題的啊 但是就不知道推不推得動啦 這個是沒有人知道的嘛 但是 但是 曾經講過呢 那個經濟就好像拉繩一樣 你拉就容易的 但是你推動的繩是推不動的 即是通縮的時候呢 你就很麻煩 推不動的人就花錢嘛 但是如果你的錢是夠多的話呢 是甚麼都會浮得起的 即是只要他瘋狂印錢的話呢 是甚麼都會浮得起的 股票啊 樓啊 只要你夠多錢 夠便宜錢多的話呢 是怎樣都可以推得起的 問題就是他放多少錢 那當然啦 我會看著這個情況啦 即是 就不用這麼悲觀的 那整個世界上面呢 永遠都是有人賺到錢 有人賺不到錢 所以你就要去想 你說怎樣可以賺到錢 就不應該去看別人 怎樣賺不到錢 是沒有意思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說 有很多人都說 哎呀李嘉誠很死亡啊 扔了很多 很多樓啊 或是甚麼 其實不是的 他有很多都賣不到的 即是你明白嗎 是走不了的 因為你想一下 李嘉誠也很慘的 其實在裏面 香港經濟差 他有很多錢都在香港的 那那些商場 其他呢 收了收少了其實他是差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的股價呢 這個股價呢 這麼多年來 這十年來呢 都在一直下跌的 那他的損失是很大的 即不是你說這麼簡單 即是他其實是 即是那個 財富效應呢 對有錢人來說 是特別明顯的 即是你可能幾百億 你可能不見了幾十億 或者沒有一半都忘記 尤其是現在最慘的是哪些呢 其實一般市民呢 不是那麼嚴重 即是雖然最近 負資產中數 好像去到三萬多 但是呢 最慘的是商業物業那些 商業物業呢 真的幾十億的 很多 過百億的大把 那商業物業那些呢 就慘一點 因為他一跌跌了七成 那已經支不抵債了 隨時被人召開 那另一類呢 最慘的是 做那些商業的 零售啊 那些呢 就最慘 酒店業又慘 那這幾類都特別衰的 其他那些呢 就沒有什麼的 其實其實看一下你的財富 情況 那有些尤其是專炒商店 那些就死了 另一類死了最多呢 就是那個 放數 你放那些放貸 那些次貸那些 那時候呢 我也認識一個醫生呢 是專做這些的 他們做了三輪的那些 那些放數呢 他們每一輪每一輪都這樣做的 一做呢 就幾求 即是他們已經很小的了 他們可能壞帳 收不回來的 不奇怪的 那那些放數那些呢 即是財仔呢 就最慘 走不及呢 你又借了給別人 哇 人家十幾厘給你拿 你當然想借了 是不是 他也不會分得那麼散 他一放出去 那就糟糕了 現在就是 他們頭痕的時候了 如果不是做了這些事情 那你是普通市民的話 那香港其實是很OK的 不關你的事 對不對 那所以就看一下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的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接下來部署 即是這四年呢 會不同了 跟之前那些玩法 那呢 其實都很多機會 其實我看一下 是很多機會 那所以 你只要把握 你不可以說 哎呀 整天都是說這些 其實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除非你說我是幾百億的 另一個就是 我是在做財仔的 那你就糟糕了 是吧 其他那些呢 其實相差不是很遠的 你的工作又在 又不是很大影響你 所以 很多時候呢 我覺得 要課題分離 有些人會得益 有些人會不可以 因為永遠都是這樣 無論哪個時代都是 但是現在 有些新的機會 已經出現了 那就要好好把握 接下來 美國會越來越強 就是看不到那個趨勢 會越來越差 美國會越來越強 那 香港是不是 特別 很差呢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已經出現了很差的情況 你說很差很差 繼續下去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不會去估 這個高低的 我們是 去評論 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 你思路清晰一點 其實又不用這麼憂慮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人就是憂慮得太多 導致第一 你又不是很開心 第二就是 你看不到那個機會出現 所以我經常都 有一條片 我傳給大家看 就是 有所謂第三道門 其實你所有門都關了 你都還有一個窗 就是 世界就是這樣給你的 我有時候很多 很多 很多次都是這樣 就是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沒有什麼機會 整一下整一下 又做了另一件事出來 就是你不知道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都是做了另一件生意 但是OK 我一直都很OK 所以 就要找時間去 搞投資 那些東西 當然 這些是我自己的 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 現在接下來就是 戰爭會結束 希望都不要那麼多人 心靈塗炭 就是見到這些新聞 其實都不是很開心 還有呢 就要課題分離 中國的出口 雖然特別差 那可能呢 就轉到內需呢 就是會鼓勵內需呢 內部消費呢 那 另外 就是最重要呢 就是自己的工作OK 那是一個安定OK的環境呢 其實已經是不錯的了 就是比起很多地方的通脹很誇張 很多民不聊生的情況呢 我們已經是非常之好的了 那就珍惜現在了 好了 覺得有用呢 讚和分享給朋友 下方留言討論 再打一刀 眼睛 不 bå 我們一刀 一刀 還 火